请计分计时人员跟采访收取分表 请计分计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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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组高中组 请计分计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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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有时人员 请计分计时人员 一样的眼光下 有时人员 我学习了他 一旦满足了 欣赏别人 评分计时人员 所以我的眼神员 有时人员 有时人员 很容易 以肯定和欣赢 没有知人员 不知道天员 我们变成 那么在这个互相 各位老师 是在我们的眼神员 或學文都是值得我們去效法和學習 在我的同學當中 我沒有發現特別讓我想分享的人 在我的心目中 職業我的爸爸是那麼的有秀 我什麼都想跟他學 他對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 我爸爸非常聰明 只要我和我妹妹不懂的功課 他每一次都會想辦法來教會我們 不管哪個科目 不管他多忙 他還能回答所有的問題 第二 我爸爸很有本事 我和我妹妹從小時候 爸爸就開始順便我們做各樣的運動 比如說籃球 足球 我爸爸還教到我們要有禮貌 做個好學生 將來成為好人 有很多爸爸的朋友 經常誇獎我和我妹妹是懂禮貌的孩子 第三 我爸爸很有愛心 他每天花許多時間去幫助別人 雖然這些人不曾幫助過他 我爸爸也非常愛我和我妹妹 雖然在我三五歲的時候 我的父母分開 這幾年來都是我爸爸一個人 照顧我和我妹妹的生活 大小事 我太感激我抱了好 也非常愛他 我覺得欣賞別人的好 對我們的人生非常重要 因為從他們的身上看到 而且學到優點 當我們懂得去欣賞別人的好 也帶動我們有故力量 想要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五號的選手 現在請六號選手上台 尊敬的各位評審老師們 同學們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 欣賞別人的好 我們生活在一個五彩斑斓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 不光有著美麗的風景 同樣也有著形形色色的人 優秀的人總是正在頂峰之上 散發著誘人的光彩 令人不自覺地去仰慕他 崇拜他 但是如果你能換個角度去想 或許你會發現 這個世界上還有著一群平凡的人 他們沒有明亮光鮮的外表 但也擁有著屬於自己獨特的光芒 這就是欣賞 一種發自內心的讚嘆 用眼睛細細看 用耳朵靜靜聽 用心慢慢去發現感受 看見別人的美 欣賞別人的好 還記得上小學的時候 有一次 老師給我的身旁 安排了新的同伴 而他的身上 卻似乎有著數不清的壞毛病 上課愛做小動作 作業不及時完成 還愛講髒話 回到家後 我在媽媽面前 又是抱怨 又是嫌棄 媽媽便跟我講了一個故事 她說 有一位畫家 把自己的畫拿到街上去 請過路人 將畫中的缺點都圈出來 結果畫作上到處都是圈 她的心情也因此 頓時跌到了谷底 第二天 她在一位老人的啟發下 又拿了同樣的一幅畫 請路人 圈出畫中的優點 而這一次 畫家驚喜地發現 自己的作品上 既然也被畫滿了圈 她高興極了 意識到 原來自己的畫 有這麼多值得別人欣賞的地方 正當我琢磨著這個故事的道理之時 媽媽又說道 欣賞別人 是善待他人的一種方式 是以他人之長 不幾之短的明智之舉 當我們欣賞別人的同時 這個世界在我們的眼中 也會變得更加美麗 隔天來到學校 我嘗試著用欣賞的目光 來重新看待我的同伴 這才恍然發現 原來他的優點也不少呢 雖然性格暴躁 但力氣挺大 也樂於助人 每次輪到他職日 也能盡忠職守 所以 與其浪費時間 去挑剔別人的區點 倒不如嘗試著 去欣賞別人的好 只要 你樂於去欣賞 相信你所看到的 將會是更美麗的景致 並且發出最真實的 會心一笑 大家好 謝謝大家 我的演講結束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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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演講的題目是 欣賞別人的好 每個人都有優點也有缺點 但是人們常常會欣賞 會自己欣賞自己的優點 無限放大他人的缺點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 人無完人 所謂人無完人就是說 任何優秀的人 都是有缺點的 反過來說 就算是劣跡斑斑的人 也是會有優點的 正如生活中常來不缺美 只是缺少美的眼睛 那麼 為什麼不要換一個角度 換個思考方式 來欣賞別人的好呢 她的名字叫周總 想必大家都不了解 關於她的故事吧 她是個先天性餘性兒 也是醫學上所謂的 二十一身體綜合症 她的智力是相當於幾歲的小孩子 直到八歲 她才能從一數到五 就這樣子而已 但就是像這樣的一個孩子 她也是有她的優點值得我們每個人欣賞的 也正是有這一雙欣賞別人優點的眼睛 才改變了這個弱智少年的命運 在1997年 湖北電視台紀錄片導演 張以慶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 發現了周總 並對她 以登台武師自通 震撼觀眾的指揮表演 產生了好奇與關注 於是 在長達十個月的跟蹤採訪拍攝之後 誕生了一部六十分鐘的紀錄片 叫做周周的世界 從此 周周周就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中 如今 她有個新的稱呼 叫做指揮家 欣賞別人的好 可以是一句讚賞的話語 可以是一次鼓勵的掌聲 也可以是一個肯定的眼神 所以請不要吝嗇你的眼神 你的掌聲 你的微笑 請欣賞別人的好 因為這很可能會溫暖人家的心靈 試想 如果當初沒有張以慶導演 這雙欣賞別人優點的眼睛 如今的周周又會有怎樣的命運呢 是的 就算是一次欣賞別人也好 就可能會改變他人的命運 那麼如果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不管是師生之間 還是家長與孩子之間 我們都可以欣賞別人的好 不要只是一味的批評人家 亂加指責 生活中 會不會多一份寬容與理解 我們 是的 不可能每一次欣賞別人優點 都會改變他人的命運 但至少 這世界會多一份愛與理解 謝謝大家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謝謝 謝謝7號選手 現在請高中外語組最後一位選手 8號選手上台 各位老師們好 同學們好 今天我要為大家演講的題目是 欣賞別人的好 想要學會欣賞自己 首先要學會欣賞別人 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會對自己有些偏愛 會放大自己的優點 縮小自己的缺點 相反的 會放大別人的缺點 而忽視了他人的優點 甚至忌妒他人的優點 所以要從欣賞別人的優點開始 從欣賞中了解自己是否也有類似的優點或缺點 在我們班上有很多令我欣賞的同學 大家都非常有閃耀的優點 這讓我有了一種領悟 從欣賞中我可以了解自己 有些是學得來的 有些是學不來的 欣賞別人不但能學習別人的優點 還可以互相了解對方的優點和缺點 了解自己的缺點和了解別人的優點 這樣我才能改變自己和超越自己 以前我從未意識到欣賞別人能為自己帶來好處 所以一直沒有把別人的優點當來學習的榜樣 甚至我會低度人家的優點 尤其是當家長們討論自己的孩子們時 他們的孩子學習成績一個比一個好 這讓我感到很不適滋味 每當他們把我跟他們的孩子比時 我就有種讓媽媽丟臉的感覺 覺得自己沒有別人家孩子優秀 可是當我意識到了欣賞別人的好處的優點之後 就讓我意識到只要大家專心和注意都可以做到 雖然我們可能無法達到與他一樣的成績 但一定可以超越自己 所以說欣賞別人是要了解自己 但不是要學別人來改變自己 欣賞別人竟然是可以改變自己 所以說你所付出的努力是絕對不會欺騙你的 只要你付出足夠的努力 最後就一定會成功的 我的演講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的8號選手 高中外語組已經表演完畢 在開始下一組的表演之前 我們先歡迎幾位特別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TCIS教育基金會 楊堅任楊副董事長 Mr. Brent Yang Vice Chairman of theTCIS World War 第二位是我們太華文教服務中心的代表 Mr. Yang Mr. Yang Mr. Yang from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ailand 還有我們的Head of International Recruiting Mr. Tony 第四位是我們的High School Principal Mr. John McGrath Mr. Y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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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第一位選手上台 各位尊敬的評審老師、同學們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 給自己一個掌聲 伸出你的手臂 展開你的手掌 拍打幾下 是的 你正在為自己鼓掌 你正在鼓勵著自己 生活中 人人都期待掌聲 掌聲是成功時的鼓勵 失敗時的安慰 是對他人 或是對自己的認可 和讚賞 是迷失在人生道路時的一盞明燈 同時 掌聲 將人心最深處的表達 用最獨特的方式展現了出來 掌聲 又好像一副涼調 每當進行演說 和表演的時候 自己的心裡 都非常緊張 身怕觀眾不習慣 或是自己表演得不夠好 而每次羨慕的時候 我是多麼想聽見台下的掌聲啊 而每次在台下 我都會先給自己一個掌聲 先相信自己 告訴自己一定能做到 給自己一個肯定 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最棒 我曾經聽到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在城市漂流的青年 正在大街上找工作 他手上捏著船單 背著雙肩包 在燈紅酒綠的城市間穿梭著 當他最後一張船單 票發出的時候 幾乎沒有一個人 能夠聽到他的眼書 便匆匆離開 不知道是他不夠好 還是別人的眼光太過挑剔呢 可是最後一張船單 快要發出去的時候 他繼續保持微笑 他將手伸出 好